大雨滂沱突然之间巷弄的围墙倒了下来 大量的泥水从里头宣泄而出 路面宛如形成一条黄河 好奇人和立江青岛在泥水之中的机车台起 相关单位第一时间到场借户 在巷道出入口摆放三角锥 拉起封锁线管制车辆紧出 水管爆管造成积水过高围墙承受不了 才会突然倒塌 公所也立刻调派机具 进场亲历 全台雨势不断22号以后 双北市及南部的藏雨最惊人 晚间在大雨影响下 细致前东路120项 因为积水泥流引发围墙倒塌 幸好当下没有人受伤 但多台机车受损 相关单位进场借户 也加派抽水机来应急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 我是蒋心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在带到中国的新闻资讯吗 在北京的讯护